今天台股是開低震盪 目前已經下挫超過400點了 那台積電也是開低的 今天的股價是來到1060元的價位 到底台股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待 它在本週的表現 盤中惠寧連線自身分析師 文偉傑 偉傑老師早安 今天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是 老師我們看到上週台股 其實是週K限收 而且一週就漲了快要800點 不過好像這個禮拜一開始 週一週二這兩天的跌勢 難道會把上週所有的漲勢 都給回吐嗎 你怎麼看待 好 我想其實現在目前台北股市 下跌的最主要的來源 是因為昨天晚上 美國股市的這個非半支數 其實是出現了重挫的一個影響 尤其是跟台灣廠商合作 比較密切的 包含像是在NVIDIA 包含像是在博通 高通 甚至在intel等等 其實都出現了明顯 重挫的一個發展 那在昨天晚上的台積電 ADR的教育過程當中 看到了重挫三個百分點左右的一個跌勢 所以其實今天早上就影響到了台北股市的一個開盤走勢 現在目前台北股市呢 從指數面來說是出現了一個空方的跳空缺口 往下攻擊月線 那現在目前看起來 只要能夠月線的支撐能夠守得住台北股市 這一波的一個下跌 那麼對於台北股市來說 後續要再挑戰高點的機會 其實是相對比較高一點點 所以今天最主要的關鍵點 第一個月線的支撐能不能夠守得住 那如果再更強一點點 就把今天的空方缺口也一併進行封閉 這個是對於台北股市今天收盤來說 最好最好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其實以目前現在台北股市的一個狀況來說呢 要往上去挑戰7月18號的一個反壓 其實相對是比較重 那按照過去這兩天台北股市的成交量 其實相對低於月均量的一個水準 都不到3500億 所以其實要與其要讓它持續的往上去挑戰 不如量說壓回去進行一個籌碼的換手跟震盪整理 那麼去調整現在目前台北股市的一個結構 反而對台股後續來說是比較有利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現在目前的這個結構上面來說 過去其實我們一直都看到台北股市是比較失衡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基本上都是呈現了一個電子全資股 獨稱台北股市的一個狀況 尤其是以台積電為首 那包含像是鴻海 包含像是廣大 包含像是偽創偽銀等等 這一票過去的老AI相關的全資股 是稱出台北股市最主要的一個關鍵指標 所以其實在這一次結構市人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利用這一次回檔修正的機會 把電子除外的包含像是金融跟傳染 也能夠把結構進行一個調整 尤其是以金融股為主 因為金融股在今年的獲利狀況其實非常非常好 但是在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的指數表現 或者是族群性的一個表現 其實都沒有很明顯的持續的跟著大盤往上攻擊 所以其實金融股會變成是未來在台北股市當中 除了電子股之外 大家應該要去特別留意的一個焦點股 另外就是在外資的態度上面 昨天我們看到外資在台北股市的進空單 是放大到了超過5萬口以上的進空單 這是第一次在歷史上首見的一個狀況 也就是說對於外資來講 現貨它已經不去進行任何的一個動作 反而選擇是在空單部位大幅度的去進行加碼放空 代表其實對於未來台北股市的一個走勢 其實相對比較有危機意識存在 所以在目前看起來外資的動態 反而會是影響台北股市未來 能不能夠止跌回穩 甚至有持續往上推升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推升力道 那當然以台積電來說今天跌了30塊錢 那當然也是貢獻台北股市跌點超過240點 現在目前看的就是台積電的領先地位 能不能夠領先台北股市守住月薪的支撐 並且把今天的空方缺口來進行封閉回補 那另外就是在過去這一段時間當中 外資針對於台積電這樣子的一個好業界公司 在籌碼的回補力道上面 其實是相對比較偏弱的 這樣子的一個比較短期偏弱勢的這個條件 能不能夠在今天的回檔修正之後 能夠看到有一些變化 這個就是對於台積電來說 也是對於台北股市來說 比較重要的一個領先觀察的一個地方 另外在鴻海的部分 反而倒是位置還算不錯 鴻海今天呢 雖然說是有下跌的一個狀況 不過呢 它還是維持在月線以上 仍然是呈現了一個比較偏多方的一個架構跟走勢 那麼另外呢 在廣達的部分也維持得不錯 在領續上漲之後呢 也準備要壓回月線來進行支撐 同樣也是跟鴻海的架構是相對一樣比較強勢的 所以其實就目前看起來呢 廣達的部分 特別留意的關鍵指標 就是10月22號的高點是不能夠被跌破 一旦被跌破 那這個假突破一旦成形 可能在老AI概念題材的部分 就有可能會出現一些回檔修正 或是進入到休息整理的一個狀態 因此在後續的操作上面 我們認為台北股市的投資人 還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自己目前手中的一個持股 尤其是AI題材相關的這些個股 不管是在分导體的設備等等 其實都要特別留意一下 未來的業績成長性 以及個別股的籌碼變化 謝謝韋傑老師 那我們看到了今天幾個重要全值股 包括廣達 鴻海 台積電 跌幅都超過2% 拖累了大盤 那就看今天在收盤之前 能不能把這個空方的跳空缺口 給補回來